来了兄弟们,每当大海退潮以后都会有好多海鲜,没有跟着潮水一起退下去,躲藏到沙子里面,咱今天拿着二师兄的楼耙来露一下看看啊,我的妈呀,又霍一霍,好多的大螃蟹啊,进来老铁,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露这么多的大螃蟹,那么就留下你的双鸡,加关注,看每天带你干干玩儿了哦 兄弟们,这新年第一露,这今年是猪年,咱今天带着二师兄的楼耙来露一下看看啊,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货啊,哎,有动静,来了来了,我的妈呀,这是什么玩意啊,这么大的螃蟹 首先祝咱家此视频双鸡的老铁,行大运发大财,世事收心,加关注,看每天带你干干玩儿 很多人跟我说,你讽刺那么少,就别那么拼了啊,可是又有谁懂得咱这个年纪背后的心酸,今天还是给你们拍来解剖墨鱼的视频 哪怕只要有一个老铁给我双鸡,我也感觉到知足了,因为这是对年轻人最大的鼓励,如果你也是放在路上的年轻人,那么就留下你的双鸡,加关注,看每天带你干 这海生这么正经我就不知道了啊,但是这牛奶是正的啊,给他洗个牛奶浴 听说这牛奶啊,遇上海参,海参就会融化,变得比石头还硬 我这今天在市场买了一个,看他有什么变化,有多老铁一进来就给你双鸡了 有多老铁你怎么要他都不给,不给就不给吧,加关注,看我马上赶海直播了 他说让我发一个海魁是怎么清洗的教程,拿把剪刀,把他从中间剪开,把里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 用热水煮一下,年夜就会没有了,海魁呢,大不生气,男人的加油站,女人的美容院 有多老铁一进来也没吃过也没见过,反手就会给我一个双鸡,不给双鸡,加关注,看我每天带你干啥玩儿 感谢观看